听说点赞的小伙伴 十发能出金光 在之前的月色夫十战视频中啊 很多小伙伴都说 想看我玩这个宿醉这个皮肤 那么这一把就来整一期 然后这一把也是十分的精彩啊 预判拉满了 然后这一把是个六阶局 去选择 有个人选择这个小木屋 这边也是进去看一下 怎么感觉这个情节有点熟悉啊 哦这已经有耳鸣了 说明这个舞女还知道我去打黑镜像了 那也没必要暗杀了 那这边也给我得出个结论 说明舞女就在这个玉米地附近啊 毕竟现在段位不是很低 然后这求纹者的一些动向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正常思维去分析 这后面有个前锋得注意一下 防止他搞偷袭 哇果然过来了 哎呀这没把我撞运 直接一刀啊 哎呀这前锋有点 有点拉呀怎么回事 哎这舞女的话 我堵他可能就倒在那个玉米地附近 就会倒在那个角落 然后这边的话 我想能不能再多打几个镜像 开个二阶 这样子就更好检视 中场的话 应该是前锋的镜像 这边也是看到了 打两刀的话 那这个舞女感觉挂不上了 挂不上之后就天崩定点 哎呀我的这键盘要抠冒烟了 啊非常极限的挂人 这边我们直接来个自信传送 就这么自信 没有一点犹豫 好 这边直线解释 哎如果觉得这一波预判帅的 请把刘B打在公屏上 顺带一提啊 这个舞女好像还是个B牌的舞女 毕竟现在到六届的话 还是有机会排到一些C牌B牌的 那这边的话会不会被人卖了呢 我这边挂这个椅子 还是个最偏的一个椅子 这边捏只牌出去 啊已经有耳鸣了 还是打算来救啊 哦好的 这边也是看到定道有人来了 看看是谁 哦是个冒险家呀 冒险家的话 他可能带薄命啊 他想代替前锋来救一下 用到这个情况 我们直接打就对了 这边我想探个双岛 但是感觉还是没必要 先打个针对吧 打舞女 贪双岛有跟丢的风险 我与此夫最怕的就是断节奏啊 然后我感觉啊 就最近我那些传送检视的一些素材挺多的 有机会的话整合一下 弄一期这个关于检视的教学 我觉得这个挺不错 而这边的话 舞女的博命应该快结束了 哦果然在这 我们这边直接拍个照 注意一下这个拍照 这将是一个伏笔 其实我当时拍这个照的时候 我就想防一下的 我就有这个思考 会不会成为一个伏笔的 没想到这个东西还真有作用 那么这时候肯定就有学伙伴 发弹幕或者评论问啊 那这到底是个什么伏笔呢 来我们先按下布表 继续往下看好吧 这边的话 心情特别愉快 先放个泥花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捏着牌出去啊 马上有耳鸣了 那肯定是救人的 肯定是杂技啊 杂技个蛮血 这边没看到人 所以先回去 等着 安安心心手势 他应该来了 我觉得啊 一般约瑟夫我手势的话 就直接打一刀逼就算了 因为他也没手势能力 打一刀的话 这个杂技人员他也摸不好了 啊这怎么回事啊 杂技他想跟我丢个土球 以为我这波断节奏了 但是我这边看见 他的走的方向 是往中场的方向走的 那么这样 我直接回过头 挂他的镜像 这波你没有一点办法呀 你跑 跑到哪都跑不出 我的手掌心对吧 那这边的话 先挂一下杂技 刷一次这个上椅 然后手上还有这个传送 等一下 直接传中场 OK 传过去就只能检视 这边看一下 看一下人在哪 哦 无人身换量了就在附近 这旁边有个前锋啊 前锋的话想干扰我一下 这边我这捏着排过去 运气这么远了 他应该也撞不了了 就算他撞的话我也能防 但他好像不打算撞我了 他应该是被第一波 那个撞人吃刀给搞怕了 你看我这一波啊 我感觉这一局 一整局 我就没有追过人 没有任何的技巧 就是拍照 挂镜像 剪尸 手与玉瑟夫 其实真的感觉不是很难打 这边的话直接去拍照啊 杂技演员是过半 这一波拍照的话 直接前锋跟杂技的镜像 应该都能打到 那我们这一波 其实就直接来个双挂就够了 然后这边我们注意一下 远处其实看得到 大船下面站着一个冒险家 在修机的 那我们这一波镜像 能直接打到三个人 这个机子开了 应该是用输液开的 那现在也换挂不了了 因为换挂的话 就不能来个双挂了 那现在我有 三分之二的机羽 能捡到尸 这边直接甩个牌定了点 跑定到这边 直接传送 那么这边的话 肯定就能捡到尸了 通过这个无人生还的 显示和消失 这边也是找到这个方向啊 又捡到一波尸 这一局就是第三波检世了 看到没有 其实我们打一次 根本这一局就没有什么追人 或者怎么博弈 就是拍照 挂镜一下 捡尸 一条龙 然后这边拍照 我们追冒险家追不到啊 看他走的方向 是往这个大船方向走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那我确定他的方向 直接去打他的镜像 那么这一波又能捡到尸 所以其实 打一次夫奇就是多打打镜像 然后站在求人者的角度 去想他们该做的一些什么事 就很方便了 然后现在我们出镜像看一下 踩个板子 然后丢个牌 钉到这边 那这边肯定是前锋了 前方的修机 很嚣张 我们这边去暗杀一波 不知道能不能暗杀到啊 因为这个机子应该是快修好了 哎果然修开了 那没办法了 这边的话能不能偷袭一下 偷袭不到 把他球线逼了 我们这边可以底牌切闪现 把他给秒了 老帽人家就应该倒在那个大船下面啊 所以这把其实已经大决定胜服一分了 直接闪现击倒 好的 然后本期视频的BGM也都是大货推荐的BGM啊 如果大家下期视频想听什么歌的话 不妨现在在评论和弹幕中刷出你们想要听的歌的歌名啊 我会选择两到三首作为下期视频的BGM哦 然后这边我们直接调影一波直线简实 哇不得了啊 这个约瑟夫像开挂一样 约瑟夫太超模了 必须得跟我削弱 我希望这个视频啊 不要被那个什么策划老师看到了 不然就完蛋了 这边也是定位定到大船里面啊 看来我的预判没有错 那么这把游戏结束